这个范例里面非常简单 一个按钮 所以到时候就宣告一个Button就好了 然后呢 Button按下去之后呢 也会有个事件嘛 所以这部分要写一个事件 点下去之后呢 它做什么 就中间这个地方 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叫Alern Dialog Alern Dialog 它一个对话的一个讯息方块 那它里面会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确定 也就是说呢 跳出来的话 上面会有个Title 然后呢 里面会有个Message 一个讯息 然后呢 在里面的话 有个Button 当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跳开了 它就离开了 也就是说呢 在原来的画面上面 会跳出一个对话的方块 这个方块叫Alern Dialog Alern Dialog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基本的观念都一样 一二三都一样 只是四的部分 要怎么去建立这个Alern Dialog的建法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也快速来看一下 我想前面的部分 大同小异的 所以画面上面要布局 怎么布局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不太需要讲太多 因为这部分都一样 只是放一个Button上去 Button拖拉过来 那Button名称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预设的好了 Button 1好了 OK 那上面把它改一下名称 要显示什么讯息对话方块 那再来的话 程式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程式部分的话呢 基本流程也是一样 反正的话 上面有个Button 就宣告一个Button 名称叫BTN1好了 然后呢 2的话连接 我想连接部分跟前面一样 用FindMe把ID去连接 这个Button1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用Button1.setonclicklisten 有没有 New一个Button New一个Button 这个按 clicklisten 然后呢 实作方法里面要做什么 特别注意 主要是这个 叫做AlanDialog.builder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里面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 叫这个物件名称叫builder 那这个builder里面 特别注意就是 New一个AlanDialog.builder 后面的话必须传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特别注意啊 你必须要传给他的是一个 类别的名称 那特别注意啊 这个类别名称呢 也就是说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我要一个builder 这个builder的话呢 就是你要在哪里创建一个 视窗 一个小视窗 那其实那个 Android是画出来的